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昭TV的一分钟新闻 王岐山代表习近平 去出席明天 后天19号的 英国女王葬礼 非常的蹊跷 就是非常蹊跷 又顺理成章 那我们先讲顺理成章 他是国家副主席 代表主席出席葬礼呢 他出席过几次 他出席过几次 在日本也出席过 在出席葬礼的过程当中 他因为没有共产党的身份 他是共产党员 但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是中共中央的常委 那在某种 他没有任何在党内的任职 他只有一个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所以作为一种礼仪的角度 是非常恰当的 非常恰当 而不顺常理的就是 英国本身的做法呢 接受了他 接受他来参加葬礼 代表今天的 这个现在的英国政府 对中共国呢 有着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那在此之前 中共的代表团 曾经想去 想进入西斯敏教堂 对这个 对这个 有所表示吧 被英国一方呢 给拒绝了 那这种拒绝 我不知道是来自于 英国皇家的拒绝 还是来自于哪里的拒绝 因为在 他整个活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政治人物 包括英国的前首相 要想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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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 英国女王表示敬意的话 他同样跟民众一起排队 今天我看到有梅 就是英国曾经的首相 自己跟他的先生 自己排队 大概排了 如果今天要排 排24小时 一天一宿 他才能进去 所以这是 表现出 在政治 就是 英国女王的身份 超越一切政治 但他是领袖来的 他是国家元首来的 所以 皇家拒绝了 中共的代表团 却接受了王岐山 那这代表 中共国 在英国的 他的实际的地位当中 是存在的 依然是存在 就是他离不开中共国 在跟 俄罗斯之间 发生这样冲突之后呢 他需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中共国这一方 那为什么派的是王岐山 习近平 按正常说 他要有完整的 接班的人的话 应该是 接替王岐山的人 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最恰当的 那没有接替王岐山的人 而让王岐山自己去 习近平白白浪费了 他整个新班子 肩架结构的这么一次 在国际社会中展现自己 能力实力权力的一个机会 他的团队机会 这是非常明确的 失去了这么个机会 那板上钉钉的 王岐山要下来 那谁去接替他 又没有 讲他都标明 习近平在处理相关的 包括自己的权力的问题上 是有着相当大的欠缺的 除非他让王岐山 做主席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他愿意成为党的主席 推出习近平主义 那兼军委主席 而国家主席将让位 王岐山 这是可以的 那王岐山以现在的身份去了 在未来的时间里 是国家主席 那就真的是顺利成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这个疑惑直接关系到 二十大习近平自己的摆放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中说了 在上海经合组织的问题上 习近平很显然极度失望 极度失望匆忙回国 到国内是有提示 还是因为在经合组织上 极度失望 如果经合组织上 极度失望 他在英国女王这件事情上 显然完全失去了他的准头 王岐山去代表英国 代表中共国到英国去 是习近平在今天凌晨 回到北京之后做出的决定 所以一定中南海有变数 有着很大的变数 才出现这个场面 否则的话 他为什么要让王岐山去露面 因为终归 这是一个大场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合 拜登也将出席在现场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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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